各位观众 我们持续在美国旧金山的EPIC现场 带你一起来关注拜席会的后续 那其实呢 从昨天拜席双方释出的这个各种的说法 会不会看得出来这一次啊 美中方面呢 都是诉求减压 以求来降低各种可能的分歧跟冲突哦 那其实呢 虽然在昨天的美国总统拜登 他在这个记者会上谈到台海的问题 他是相对的来低调并且简短的 但事实上根据我们了解呢 双方在这个会谈当中 确实啊 是非常聚焦在这个台海的部分 尤其呢 这个Kurt Campbell 就是亚太的 这个白宫亚太的这个协调事务官呢 他也很明确的跟我们讲到说 这个拜登总统也确实的有跟习近平来提到说 美国方面非常关切 千万不要 中国千万不要来介入台湾这一次的总统大选 而就根据我们官方这个释出的画面呢 我们赶快带你来了解啊 这个我们这方面在这个APEC这一次的表现到底是如何呢 首先我们可以先来看到我们的领袖代表张中谋啊 已经跟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来进行一对一的对谈 那双方谈起了什么呢 虽然目前是两边都很有默契的没有多多的透露 但是啊 张中谋可是这一次这个台湾的领袖代表 同时也是护国神山台积电的创办人 那非常多的这个经济领袖都是很想来跟他见面的 所以在这个重要的这个领袖的晚宴上啊 可以看到张中谋的位置呢 就被安排在这个亚洲非常重要的这个各个领袖 像是这个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 那还有韩国的总统影子院都是这个坐在附近的 甚至呢还有非常可爱的漏网镜头 也就是这个张中谋在入场之前啊 这个因为他可能有点紧张 加上旧金山的天气非常的冷 那张淑芬也赶快提醒他说 诶 赶快笑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 好 那根据我们了解啊 这一次呢来跟这个张中谋见面的这个经济领袖 其实啊是有负数这么多 那至于呢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对话 还有触及什么样的议题呢 我们会在现场随时带你了解 我们会在现场随时带你了解